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已经在这个月3号正式开幕 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为了将花博行销到全世界 特别和网络公司合作 从今年5月开始陆续在国内外举办行销活动 成功吸引到26家国际品牌企业一起响应花博 2018年11月7号上午还在台中市永丰站酒店地下一楼 举办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城市品牌国际行销记者会 活动一开始还有优美的古典舞蹈表演 观光旅游局局长陈胜山表示 这次活动除了展示企业的品牌商品之外 观光旅游局还邀请来自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六位国际网红 和两位台湾网红 来台中参加三天两夜的放映台中彩线游 一起来欣赏台中花博并且拍照打卡 让粉丝们可以透过网红的镜头看到花博美景 吸引更多国内外民众前来台中参观花博 透过这个八个网红 在我们三个展区 从外埔、厚礼跟丰元的部分里面 去找到他自己认为 他属性、他的粉丝属性的部分 然后po到所有的他们自己的粉丝群里面 我想用这样的加成的 透过城市行销跟国际品牌 26家的通路跟八个网红可以结合在一起 我想另外会让花博的这个所有在行销的通路里面 再有加成的效果 观光旅游局表示 为了吸引全国民众前来参观花博 从11月7号开始到12月7号为止 民众只要到任何花博园区参观 和代表镇竹、装置艺术或主题馆合照 并且上传到大玩台中粉丝团活动页面 就有机会获得十壶拟针玩偶和洗领箱等丰富大奖 民众除了参观花博外 也可以试试自己的手气 记者陈文旭、杨静、台中报导